从被迫嫁人的乖乖女到执掌商业帝国的女赌王 她经历了什么 2015年何超琼以50亿美元身价成为香港女首富 比其父赌王盛年式的资产还多20亿美元 2020年赌王去世 她接手其核心资产成为新一代赌王 在庞大的父权家族中 何超琼作为一个女性能脱颖而出 靠的绝不只是父亲的宠爱 而是自己的头脑与魄力 何超琼一出生就带有好运 他出生那年 父亲何鸿燊正好投得澳门赌场专营权 欣喜万分之下将他当作复兴 对他着重培养 他也不负所望 17岁考上纽约顶级文理学院Warser College 学习艺术 后来听父亲的话改成商科 毕业后跟着父亲跑慈善 积累了人脉和资源后 自己创立了天机公关公司 垄断了香港几乎所有奢侈品牌的公关 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拿着这份成绩 他顺利进入家族核心企业信德集团 一进去就让一直亏本的船务公司挣了钱 年纪轻轻 凭借实力挤进决策层 很多人觉得他太年轻担不起重任 但澳门回归时 大家都东张西望 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却第一个站出来 坚定地说要跟着国家走 和中旅合作 这个决定为信德树立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方向 喊实了他们的地位 后来澳门开放赌场经营权 何家不再能一家独大 也是他投资米高梅 在父亲不看好的情况下 带着米高梅中国成功上市 并且获得了18倍超高回报 此后一路披风斩浪 50多岁就正式执掌了信德集团 成为信德新的定海神针 随着他权力的增长 他父亲的疑心也越来越重 不知怎么想的 竟在2011年要将赌场交给别人管理 他不同意 便逼迫父亲签下协议 反将父亲一军 成为最后赢家 2015年 他以资产50亿美元成为香港的女首富 执掌的信德集团 解决了澳门三分之一人口的就业 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何超穷是天生的商人 但不是的他也是从一个小女人锻炼出来的 正如他前段时间接受采访时所说 他其实是被迫接受家业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他和陈柏强的那段虐恋情深 当年何超穷大学毕业后 回国首先进了娱乐圈 认识了翩翩贵公子陈柏强 和他天造地设处了七年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结婚 但最终因为赌王不同意 他只能和别人商业联姻 世纪婚礼大庆了三天 而他没有一个笑脸 婚后第二年 痛失爱人的陈柏强闷闷不乐 用酒服药后陷入昏迷 没多久就去世了 何超穷得知此噩耗后 第一次违背父亲 不顾众人眼光 坚持为陈柏强扶灵下葬 此后也一直和丈夫感情不合 结婚九年分居七年 想离婚还被父亲用继承权威胁 感情上的不顺使得他全力打拼事业 于是几十年来 他一直以冷硬的女强人的形象出现 一手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对于爱情 他说爱情可能不会一直保险到八十岁 但只要投入好的事业 就算到了八十岁 也可以拥有新的快乐 他说不在乎爱情 但在2021年的拜年视频里 大家发现他仍戴着当年陈柏强送的那对珍珠耳环 或许对他来说 冷硬的背后是如水的爱意 不管事业如何红火 喧嚣散去 终究还是遗憾半生 没错 没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